近日,吴景言老公红瑶在最新动态中晒出与有人聚会动态 晒出视频的红瑶虽然并未露脸 但发文写道 怎么多话都让别人说了 自己却不想说 别人貌似说的都对 自己却听一听 好好跟自己无关 状态引发热议 都说酒后吐尊炎 而从红瑶的文字来看 和吴景言官宣领政才两个月的他完全没有新婚的欣喜 整个人给人一种心事很重的感觉 满是压抑 说起红瑶 他虽然和吴景言一样是演员 不过,不管是作品还是名气远不如女方 口碑也不是很好 而且,今年吴景言还凭借墨语云间爆火 可就在大家都在刻他和王星月CP的时候 吴景言官宣了与红瑶领阵喜讯 对于在事业上升期选择结婚的吴景言 他的很多粉丝也是不能理解的 认为红瑶配不上吴景言 喊他这句 虽然我们常说婚姻是私事 与他人无关 但对于红瑶来说 身为明星婚姻 准天被人这样议论 很难不受到外界流言蜚语影响吧 所以他才借着酒精 将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